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探秘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宇宙的规律可以改变吗? 最近有人提出了令人震惊的看法 宇宙或本是一个不断运作的思维 宇宙规律并非一成不变 天哪,如果真的是这样 对于科学家来说 穷尽一生研究的规律既然会发生改变 那会不会是噩梦呢? 之所以提出宇宙本身是一个思维 其实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在科学界有一种叫做波尔兹曼大脑的说法 也就是说,如果只要给予宇宙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晨空中会有一种具备意识的物质突然诞生出来 即使这种有意识的物质仅仅存在一微秒 而波尔兹曼大脑是19世纪奥地利物理学家首先提出来的 它是一位在热力学和统计力学领域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自此以后,波尔兹曼大脑便成为宇宙学家们探索宇宙的重要理论之一 有科学家通过概率计算认为 宇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进化成一个有意识的大脑会有更高的概率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很有可能是这个意识所进行的思维内容 而我们的宇宙规律或是由这个意识体进行思维构建出来的 如果思维改变了 宇宙的规律甚至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有可能改变 当然,如果宇宙真的是一个思维 人类目前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宇宙的终极是什么?意识的真相在哪里?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探索更多未知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 每期和你探秘未知世界